嘴巴乖乖的什么事啊 他有什么备份跟我讲这些啊 不好意思啊 曹西平论红鞋反手再打潘若迪 七年前历经送了一双约三万元的高跟鞋 罗佩颖觉得是旧鞋没有成衣 吵到了今天 如果有什么就放心 对此向来大声放炮的曹西平觉得事不关己 回应得很谨慎 话锋一转讲到自己跟潘若迪的旧院就带劲了 你为什么要少执杂的文贴给我 比如我举例杨秀会一辈子参加一次歌唱比赛叫六灯甲 他把录影带给我看 我一看到里面说 哎呦怎么有潘若迪 我打电话给潘若迪 潘若迪你有参加那个六灯甲 他说你录影带给我看 我拿给他看就不还我了 他特别花了心思去把这件录影带做了出来 这时候是会给死人的吧 不是那烧给你自己吧 你为什么要烧给我呢 你可以主作一个这么资深的一个在演艺界 奉献三十六年代 就像不像十足吗 玉琳哥他们没有想说要帮你跟潘老师当合适了 这个不可以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看待这个 我看待这个 我看待什么事啊 哈哈哈哈 娱乐冻新闻 啦 报导 Hum 被我收起来 撤什么 人 这个 这么多